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國安法生效以來 香港社會正在逐步恢復正常秩序 香港市民對未來充滿信心 其實國安法落地之後 香港市民是很開心的 市民是感覺到出街 都感覺到安全了 市民或者普遍香港人 都是有信心 也都能讓香港經濟盡快回復 只知道有國安法了 我們就知道我們開始穩定了 我們開始不用害怕了 我覺得每個地方還是國家安全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發展 我們很明顯看到街上這些暴徒 很明顯地減少了很多 然後我們上街 或者在比方說吃飯 談論到我們自己的立場的時候 我們沒有感覺到那麼大的威脅感 所以我自己來講 對這個國安法非常支持 對我們生活有保障 然後對我們這個社會也安寧了 香港國安法的視線 對我們香港跟教育節來說 是一個重大的意義 因為它可以立刻地堵塞 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還有就是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對我們的香港長期久安 還有就是繁榮穩定 有著那個很重要的作用 讓我們可以立刻地搏亂反正 也是我們未來的守護者 香港青年團體人士表示 國安法堵住了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香港青年應該抓住機遇 為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國安法生效之後 很多社會的一些混亂的情況 是減少了很多 國安法是絕對能夠保障了 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自願 我相信通過國安法 和有更好的教育條件下 更多的香港青年人 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標 讓香港和國家更加繁榮富強 印象團體國安法 像畫面